Hello 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到Chinese Podcast with 圣兰 现在我的手上拿着的是五本书 这五本书都是我在过去两个月当中看完的中文书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也就是它们都是由外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书 那么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这四本 这四本书他们的作者都是美国人 其中我们看这两本书 他们的作者是同一个人 他们是由同一个作家写的 这个作家的名字叫做Peter Hassler 他的中文名是何伟 那么何伟他写过大概是四本跟中国有关的书 或者是关于中国的书 其中第四本是今年七月 此还刚刚出版的 名字叫做Other Rivers 讲的是中国的教育 那这本书暂时还没有中文版 不过它前三本关于中国的书 我们一般叫做 它的中国三部曲都已经被翻译成了中文 那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两本书 就是何伟的中国三部曲当中的两本 一本名字叫做江城 他讲的大概是这个何伟 1996年到1998年这两年时间当中 他在重庆附近的一个小城市 一个叫做福林的小城市 教英文然后在那里生活的故事 这是他的第一本书 接下来这一本呢名字叫做《寻路中国》 说实话这是我刚刚不久看完的 他讲的是何伟 从2001年一直到2008年这七年的时间当中 他开着车去到了中国很多的地区 自驾旅行的一些见闻 非常有意思的就是 何伟的妻子张同和 他是一个美籍华裔 他跟何伟一样也是作家 那么这本书 《打工女孩》就是何伟的妻子张同和写的 跟何伟的书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是 张同和的这一本《打工女孩》 他关注的这个话题更加的具体 他讲的是几个离开农村 离开自己的家乡 去中国南方离深圳不远的一个叫做东莞的城市 打工的几个女孩 她们的一些故事就非常非常有意思 这本书我比较的喜欢 那最后一本呢是这个 他的作者我觉得可能会更加有名一点 他的作者就是以写旅行文学而出名的 保罗索鲁 这本书的名字是在中国大地上 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翻译 另外一个中文翻译 名字是成绩铁公鸡 那大家知道中国的地图看上去就像一个公鸡 所以成绩铁公鸡 他讲的大概是保罗索鲁 在1986年大概是这个时间 在中国坐火车 环游各地的一些见闻还有经历 我想如果大家是对中国非常感兴趣的人 那么你们对这几本书 我刚刚提到这四本书 以及他们的作者 应该都不会特别的陌生 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的话 如果你们想要比较深入的去了解中国的社会 那我挺推荐你们去读这四本书的 这四本书有中文版 也有英文版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进行一个选择 但是今天呢 我着重想要跟大家介绍的不是刚刚那四本 而是我现在手上拿着的这一本书 好 这本书它的名字叫做 我用中文做了长梦 好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标题里面 这个长字 它是一个量词对吧 大家可能应该学过 在中文当中如果量词前面的数字是一的话 那这个一在很多情况下都可以被省略掉 这里就是被省略掉了对吧 我还可以给大家举一些其他的例子 比如说今天早上起床之后 那为什么我特别特别想介绍这本书或者说推荐这本书给大家来读呢 因为我觉得如果大家的需求是你们想要找到一本内容还比较有意思的 然后和中国有关的同时词汇又不是那么难读起来比较轻松比较简单的一本中文书的话那这本书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下面我来讲述一下我的理由 主要的理由有三点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相比刚刚我提到的那四本书 我们就以保罗索鲁的这本书为例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这两本书它们的厚度相差其实挺大的对吧 像是我左手的这本书我用中文做了个梦 它的厚度明显的要比保罗索鲁的这本书薄得多 另外它的字数相应的也要少得多 大概只有15万字 那么字数比较少的话大家读起来挑战也不会那么大 第二点就是刚刚提到的那四本书他们都是先用英文写的 然后翻译成中文的 而这本书呢它是直接由这个作家 这个意大利人直接用中文写的 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它的用词相对来说也会简单一些 听到这里也许我猜可能大家会有一点点犹豫 有一点点担心 这本书既然是一个外国人写的 用中文写的 那会不会它的用词会没那么地道 或者说它的语法是不是会有很多的错误之类的 那我觉得这一点大家不用太担心 因为既然这本书能够顺利的出版 能够成功的出版出来 就意味着它经历了比较严格的 这本书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也就是他们的写法非常非常类似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他们的作者写的并不仅仅是自己在中国旅行的经历 生活的故事 与此同时他们穿插了一些跟中国政治历史社会有关的东西 所以他们的深度相对来说要更深一些 那么相应的他们的用词词汇也要难得多 而这本书它主要讲的是这个作者个人的一些经历 相对来说词汇会简单一些 而且很重要的是这四本书 他们说实话年代有一些些有一丢丢久远了 比如说保罗索鲁的那本书是三十多年前写的 而另外的两本他们也是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前写的 而这本书它是今年七月份刚出版没多久的 非常新的一本书 它的内容讲的也是和最近几年的中国社会有关的一些故事 所以它时效性特别强 如果你想了解当下中国社会最新的一些情况 读这本书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好那么在接下来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的内容当中 我会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 他的经历 以及这本书大概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 让大家对这本书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这样子你们可以判断你们要不要买这本书来读 刚刚我们有提到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意大利人 他的名字中文名字叫做亚利 他出生于1993年 所以现在他31岁了 2014年的时候 当时他还在读大学 读本科 他有一份体育记者的兼职工作 那么当时借着这个工作的机会呢 他来到了南京 为什么他来南京呢 因为2014年的时候 在南京举行了清奥会 世界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 也就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年轻人 大学生什么的 他们都来参加这个运动会 奥运会 亚利当时就作为记者 作为体育记者 去到南京参与了这个清运会 那么当时他的经历体验什么的都还不错 我们可以说中国给他留下了一个还比较好的印象 于是到了2016年的时候 当时他大学毕业了嘛 可是他的专业是文科 毕业之后没有找到特别好的工作 于是他就决定来中国读研 学电影 关于这个故事 就关于他是怎么样决定来中国的这个故事 其实亚利在他的书当中也提到了 而且我正好就是在网上看到了他的这一段话 他在书里面写的一段话 才决定说这个人写的东西挺有意思的 我想把他的书买来读一下 接下来我就来给大家读一下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特别幽默的这样的一句话 他写的是 那是2016年的夏天 我拿了毕业证 有幸成为每五个意大利年轻人中失业的那一个 这个句子我觉得写的很幽默 那么对 2016年他大学毕业 失业 来到中国准备读研 当时他是完全不会中文的 所以他如果想要用中文读研的话 就必须要读一年的预科来学习中文 来打好这个语言的基础 所以压力学了一年中文 顺利的进入了这个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读研究生 在读研究生期间他也参加了一些电影电视剧的工作 不过在这些影视作品当中 他并没有演特别重要的一些角色 大多数时候都是在跑龙套 龙套就是群众演员的意思 跑龙套也就是当群众演员 那除了这样的工作之外 他还尝试过比如说拍广告的工作 还有教意大利语等等等等的工作 无此之外 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在2022年 大家也许知道上海当时经历了两个月的封城 那么那段时间对于当时困在上海的人来说 是一段特别难忘的经历 当时压力正好也在上海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 他也记录下了自己在上海隔离的那样的一个故事 在中国学习还有生活的这几年当中 他交了特别多的中国朋友 而且他做了一件事情 我觉得特别特别有趣 也就是他组织了一个中文写作俱乐部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他准备了一块地方 然后邀请那些对写作感兴趣的人到这个地方来 比如说大家下班之后 就到亚利的家或者一个其他的什么地方来 这个时候呢 每个人自己读自己写的一部作品 可能是小说诗歌或者随便写的一些什么东西 他读完之后其他的人就会来给他一个反馈或者说评价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因为亚利他作为一个外国人 他组织了一个中文写作的活动 特别特别超乎我的想象 总而言之 在这本书当中 亚利记录下的就是他在中国这几年的时间生活的一些经历 那这本书其实是我大概一个月之前读完的 说实话 现在里面很多的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 可是这本书里面有两个部分 有两个内容让我记忆犹新 然后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他很多地方很多次写到了 他作为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生活的那种 不管怎么样努力也无法完全融入的失落感 不管他对中国的社会 中国文化还有中国人有多了解 他始终都觉得自己在中国的社会当中 并没有被当作自己人 而始终是一个外人 举几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吧 比如说因为他外国人的这个身份 他在住酒店的时候 有一些酒店他就没有办法选择去住 这些酒店没有办法去招待他 他只能去住那些专门为外宾提供服务的酒店 另外在新冠期间 中国有段时间也发生了对于外国人的这种歧视 还有排斥的现象 比如说亚利在他的书里面就写到 当时疫情期间他们在一个北方的小城市拍戏 然后为了拍这部戏 他们有很多个外国的群演 在那小城市当中 当地人看到有那么多外国人就感到非常的害怕 甚至不允许他们出酒店 因为大家担心他们会把病毒传染给当地人 所以就是各种这样子的经历让亚利觉得 虽然他在中国已经呆了这么久了 但始终或多或少都有这样子的被排斥的感觉 被当作外人的感觉 这个是我印象比较深 就是对他写的那种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点 另外第二个点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他对于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的一些观察 当然不是所有的外国人都是这样 但是根据他的观察 很多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 都有很相似的一种状态 也就是说他们从几个国家来到中国之后 中国对于他们来说 就好像是一个梦幻岛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在这个岛上与世隔绝 可能因为他们的身份 他们是英语母语者对吧 他们能够比较轻松的找到一个教英语的工作 或者说当雅思老师 当获福老师的这样的工作 这些工作的收入还不错 但是好像从他们来到中国的第一天起 一直到他们可能在这里生活了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 他们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就是一直是那样子 他们的职业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他们自己本人可能也没有特别大的成长 他所提到的这些在中国的外国人 他们相对比较轻松的就能够在中国拿到一个可以说是高薪的工作 但是这个高薪的工作对于他们自身能力的提升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比如说他有提到他的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叫做李克 那他最开始来中国的时候是充满报复的 也就是说他有非常大的梦想 他想要离开他的国家 来到中国成为一名作家去进行一些艺术创作 但是来到这里之后 他很轻松的找到了一个雅思考官的工作 然后这份工作做起来对他来说也不是特别难 收入也还不错 但是久而久之 因为他的整个工作生活的状态都非常的轻松 他已经失去了创作的动力 创作的激情 所以他基本上就放弃了写作的这个梦想 已经非常安逸于他当下的这个生活了 然后从他来中国的第一年 2008年的时候 他成为了雅思老师 然后直到今天2024年 十多年过去了 他仍然在做着同样一份工作 他的生活其他方面也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没有特别大的改变 也许在一些人看来这样的生活好像还不错 对吧 但至少我从这个作者的文字当中读到的是 他会认为这样的一种生活 是比较可惜的 因为你完全搁置了自己的职业的发展 你自己的可能性 你自己的梦想 然后好像被困在了这样一种特别安逸的舒适的生活当中 失去了很多的发展的可能性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让我的印象特别特别深刻 也说实话和我想象当中的很多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 尤其是欧美人 他们的形象比较的契合 好那以上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关于这本书的全部内容了 那大家如果听了我刚刚分享的内容之后 觉得对这本书的内容还挺感兴趣的 你们可以考虑去买来这本书 读一下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暂时就说到这里 如果大家需要这期视频的文字稿 或者你想收听更多我所制作的播客内容 欢迎你加入我的Patreon会员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